Hello,大家好,我是Anna 今天和大家一起做花 漂亮嗎? 好了,我告訴你怎樣做 這些就是我們需要的材料 我們要兩張紫色的紙 和一張藍色的紙 一枝圓筆,一枝棍子,剪刀,膠水,膠紙 還有兩個蓋子,這些是平蓋 家裡找一下就會有的 一個大一點,一個小一點 首先把這些東西移過去 首先我們就要一張帶子摺起來 之後呢,將它摺三分 因為呢,我要在上面畫一個圓圈 這樣 所以你需要一枝圓筆和一個蓋 然後呢,將它剪了 將圓圈剪出來 然後呢,還要剪出來 然後呢,就有一個小一點 把它剪出來 剪了一枝圈 剪出來呢,就可以 做剛才那朵花的花粉了 這樣呢,就可以 如果你握不到那么大把剪刀 可以叫...如果小朋友想跟我做 叫爹地妈妈帮忙 帮你剪这个圆圈出来也可以 这样我们可以剪到很多个的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做的了 我们就把圆圈... 因为剪得没那么漂亮 可以收剪一下它 把这些圆圆对接 对不对? 这个也是把它对接 变成半个圆了 半个圆圆 我们先放在这里 待会就要用了 然后呢...就开始摘了 你看这朵花... 这朵花有多少个... 有多少块花粉呢? 1...2...3...4...5...6...7...7块花粉 和中间呢... 花心呢... 是...一个圆圈 所以呢... 我们还要剪掉 我们可以用这张纸来剪 因为呢... 我以为呢... 有一些剩下的纸 就不要浪费了 那就用这个小的... 盖呢... 按住它... 这样画个圆圈 这样画个圆圈 对不对? 然后就将这个... 剪了它出来呢... 就做... 那朵花的... 花心了 慢慢剪 好... 好... 你看看... 那我们要... 1...2...3...4...5...6...7... 7块花粉 你手下... 1...2...3... 5...5...6...7.... 1...2...3...4...5...6...7... 是吧? 1...2...3...4...5...6...7... 好了... 那呢... 就开始了 把这半个圆接四分之一 把下面对中间接 把这半个圆反过来 这就是一块花反 这就是一块花反 我们继续摺 摺小分一 翻一下 摺在中间 看到了 摺在中间 然后呢 把花反反上来 摺在中间 摺在中间 把花反反过来 在中间 然后摺在中间 再次摺在中间 三块花反 5、6、7和1个花生 然后我们需要浇水 把这边粘下 一个 两个 三个 三个 四个 五个花粉 六个花粉 七个花粉 三个花粉 将它 切在后面 一块 一块 整齐 两块 三块 四块 四块 按住它 五块 六块 一块 六块 六块 然后把它翻转上来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一块 一块 再将花心 粘在 一块 一块 轻松 轻松 天 这是今天教大家做的花 可以做大一叠 和小一叠 家里的小朋友一起做手工 可以训练他们手指的肌肉 如何控制眼睛和眼手 如何控制做一些东西 你可以给一把小的剪刀剪进去 或者你可以帮他剪一些难剪的纸的部分 摺纸的时候你可以叫他跟你一起摺 这样可以练习他的手指仔 眼和手协调的功能 漂亮吗? 挺漂亮 今天简单的花就完成了 下次再和大家一起做其他的手工 拜拜